耶利米书第五章有两节经文 是先知对当代人硬心和不幸的斥责呀 好我们来看 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经文说 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 他们叛我而去 心内也不说 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 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 永存不废 好了我们看看啊 赐雨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收割 这里说 神为我们定下了收割的节令 既然是神预定下来了 撒旦是不能夺去的 你明白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话吗 圣灵的喜圣灵的恩赐 都是为了收割而用的 是为了装备我们去收割 不是为了我们自我享受的 而是为了去收割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你就迷失了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了 在启示录的十四章 十四到十九节当中啊 这里有两种收割 第一种是收割庄稼 第二种是收取葡萄 那这是以色列的农作物丰收的次序了 首先是收庄稼 然后是收葡萄 收割庄稼是指人得救 指人得救 而收取葡萄是指审判 他们彼此衔接得很紧凑的 好我们先来看看收个庄稼吧 启示录的十四章 十四到十五节 经文说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面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像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啊 我们注意一下啊 熟透了 这句话原文是干燥 如果再不收割的话 就会坏了 现在正是神伸出镰刀收割的时候了 世上各地都有一些三十年前对福音根本不感兴趣的民族 他们现在开始呼求福音 那是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 收割已经开始了 收割已经开始了 好 再下一个收割就是审判的收割了 是紧跟着怜悯而来的 在启示录的十四章 十七到十九节 经文这么说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快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哎呀 千万记住了 神不仅仅是怜悯的神 也是愤怒的神啊 这两方面是并列的 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 二十二节的上半段 他说到 可见神的恩惠和严厉 你注意了 可见神的恩惠和严厉 如果你毁掉硬币的其中任何一面 这个硬币就不值钱了 对不对 神也是一样的 神的一面是满有恩惠 另外一面是满有公义 也就是严厉 真正参与这个收割的 跟你个人的意向是很有关系的 那有意向的人呢 能看到别人所不能看见的事情 他们看到收割 知道庄稼田里的情况了 耶稣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 谈过话之后 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当中 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公价 急需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耶稣看待事物的方式 跟那些门徒是不一样啊 你是怎么看待今天这个世代的呢 当你放眼看去的时候 你说再过四个月我要做些什么事 还是看到耶稣所看见的 看到田里庄稼已经收头了 可以收割了呢 我们再来看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些耶稣亲头说过的话 约翰福音九章四节 那我们 暂且把我字改变成我们 那我想这样会更实际一点的啊 经文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拆我们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相信现在还是白日 但白日很快就要过去了 黑夜将到 到那个时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趁着仍然有光的时候 要赶紧把工要做好了 啊 赶紧 有这么紧迫感 启示录上记录了最后在地上传福音的 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天使啊 那个时候人已经不能在地上传福音了 那个时候很快就要来了 那是黑夜了 已经很近了 没有人知道十年之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个世界每年都在发生很巨大的变化呀 世界经济的局势在二十世纪末了 已经全部给人一种完全改观的一种印象了 你现在拥有的钱 也许已经很快就变成一文不值了 你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投资在神的国度里头 拥有一个永恒的银行的户口 或者是你可以到头来拥有一堆不值钱的废纸 前些日子啊 东南亚的经济风暴一样的 一夜之间许多人手上的股票啊 变成了一堆废纸啊 在香港特区这个地方有许多人呢 他们手头上有自己的楼房啊 以为哎呀 不单可以安居乐业 更可以保值啊 以后啊 再卖出去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没想到 经济风暴了 一夜之间这些人呢 也就是说啊 自己有楼房的人就变成了负债者了 他们手头楼房成了负资产了 成了大闸蟹了 那内地人呢 就叫房地产套牢了 这是内地的术语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又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